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講講一個重要的消息 就是盧福局局長羅志光今早見記者 講到大家的兩元乘車優惠 也可以說是正式宣布怎樣換這個落油卡 講分階段開始做 各位老友記 尤其是65歲以上的老友記 用兩元乘車優惠 怎樣開始換這個落油卡 不換的話是否代表兩元優惠就取消 這一節跟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另一邊雙語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落油卡 6月開始分階段是接受65歲或以上 合資格的人士申請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政府今天宣布將會由6月1日至明年10月底 分階段接受65歲或以上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申請落油卡 以繼續享用政府長者和合資格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說的是2元優惠計劃的乘車優惠 申請人可以按下列時間表 透過八達通apps 手機應用程式或郵寄表格 向八達通卡郵限公司 遞交申請 或許再講講有關的日期 八達通公司已經新增了落油卡申請服務專線 三一四七一三八八 三一四七一三八八 方便長者和他們的照顧者查詢 另外由6月1日開始 紙本申請表派發地點 將會由超過330個地點 增加到540個 除了97個港鐵客務中心 馬場站除外 另外20個民政事務處 民政諮詢中心 4個運輸處牌照事務處 另外20個民政事務處 民政諮詢中心 4個運輸處牌照事務處 以及210多個政府資助的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輪舍中心和長者活動中心之外 新增190多個在香港房屋委員會 核下屋邨辦事處 和20個香港房屋協會核下屋邨派發 八達通Apps和網頁下載版申請表 說的是不設免郵費回郵信封 和紙本申請表的派發地點 已經刊載在落郵卡的網頁裡 而網頁也再有短片 詳細介紹落郵卡的申請步驟 大家要留意在接獲填堂的申請表之後 八達通公司是會在四個禮拜之內 將落郵卡郵寄到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供的香港通訊地址 政府會資助合資格人士第一次申請 落郵卡的20元行政費用 申請人無需向八達通公司繳付任何申請費用 落郵卡持有人需要在首次使用前增值多於50元 其中50元是為八達通公司可退還的按金 政府在完成向65歲或以上的受惠人士發出落郵卡過後 將會取消現有不記名長者八達通卡 和一般個人八達通卡享用的兩元優惠安排 到時所有合資格的人士必須使用落郵卡 才可以享用兩元優惠 視乎申請領情況與進度 政府將會在日後另行公布有關安排的新校日期 另外現在持有有效殘疾人士身份的個人八達通 的合資格殘疾人士可以繼續享用兩元乘車優惠 無需申請落郵卡 政府由2月27日開始實施兩元優惠計劃 各項優化和防止濫用措施 包括將合資格的年齡由65歲下調到60歲 同時規定60至64歲合資格的人士 必須使用落郵卡才可以享用兩元優惠 落郵卡印有合資格受惠人士的個人相片和姓名 匯名的合資格人士只可以持一張 如何申請這張落郵卡原來可以郵寄表格和用手機apps申請 稍後相信有不同的教學短片會幫助大家 但至少第一時間告訴各位 政府確立宣布由6月開始分階段換卡 若然你最後沒有換到落郵卡 2元優惠將被取消 大家看到星島日報報道中有個表 表簡略地告訴大家 若然你哪個年份出生就要去申請 逛仔約旅看看 2022年6月1日至30日是1956年出生的朋友 2022年7月1日至31日是1955年 8月1日至31日是1954年 9月1日至30日是1953年 10月1日至31日是1952年 11月1日至30日是1951年 今年12月1日至31日是1950年 進入到下年的2023年 1月1日至2月28日是1948年至1949年 2023年3月1日至4月30日是1946年至1947年 2023年5月1日至6月30日是1943年至1945年 2023年7月1日至8月31日是1939年至1942年 202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是1948年或之前出生的朋友 這件事礦仔就會跟得很緊 因為現在未有表格 稍後應該會陸續續出現 有些詳情 而且大家要提醒各位 可能每個月都要提一次 那一年出生的朋友換了下郵卡沒有 因為若然過了那個月 之後補回又不知道會否非常麻煩 礦仔堅守崗位 繼續提醒各位老友記 不過至少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由6月開始 分階段換卡 換到2023年年底左右 就應該換完 到其是 亦意味著 很有機會在那時候 便會取消大家原本那張八達通 兩元的乘車優惠 另一位商人亦跟各位跟進另一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疑似不滿服務態度 上水餐廳的食客涉嫌打傷一位七十多歲的職員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 上水天平商場一間食市 昨晚發生雙人案 一名男子疑似因為服務態度的問題 和一名七十多歲的男職員發生爭執 事發在昨晚約會七點鐘 在上水天平村天平商場的一間食市 一名62歲性大的男子和朋友到場用餐 其間疑似因為服務態度問題 和一名七十歲性情的男職員發生爭執 即而動武 性情的男子被對方推倒在地上 頭部受傷 職員健壯後隨即報警求助 警方和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傷者送往醫院接受治理 涉案性大的男子涉嫌襲擊引致 造成實際身體傷害被捕 萬事以和為貴 為何要動手動腳 加上對方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 不知道過程如何 但怎樣說也好 希望傷者盡快好 來到節目尾聲曠仔 為各位網友報導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 東北季口風正為廣東帶來少量的天氣 本港方面今早有驟雨 各區普遍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下午有幾陣驟雨 催和換北至東北風來按風勢清靜 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逐步回升 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 各位老友記要多加留意 近來天氣忽冷忽熱 很容易會攝影 各位老友記留意天氣變化 一時穿長袖衣 一時穿短袖衣 總之大家要身體健康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支持曠仔的老友記 儘管我們的資源相當緊絕 相當有限 但我們會繼續堅持做好 香港人的福利政策 老友記的民生二項 繼續努力 多謝各位 很多朋友問 為何可以再帶你支持曠仔 看多些廣告就可以了 曠仔會繼續努力 希望會隔一兩小時 將香港最新的消息送給各位 而且要務求最真確 希望大家透過會節十分鐘的方式 能夠了解我們的香港發生什麼事 而曠仔會繼續用這把聲音 陪著大家 陪著香港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 謝謝